初秋,我们来到神秘的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,第一次近距离看潜艇。 随行的小海生计时说,潜艇的高度相当于一幢三层楼房,第一次在厂房看到时,被这个大家伙震撼到了。 刚下舱室,一股热浪扑面而来,消继是解释,现在潜艇没有航行,通风口都开着,各类机器没有运转,这已经是最好的环境了。 过这个房子门的时候,对吧,最后不是这样子的过来,一般斜的,身体斜的,扶着一下,这样过来就可以了。 对,我们这看到的地方是我们住住的舱室。 跟那个老室的卧铺,火车卧铺。 啊,又没事,但是可能这个高度来可能好像要更窄一点。 我现在上来都比较困难,对吧,就这样子,一般我们现在这样子,对吧,这样子后再转一下,一般我都是蓝地在打转,对不对,都没有说翻过去的感觉,就是这样的。 哦,这样,对吧,这个上面底型比较复杂的时候,可能我们也把空调停掉,温度也会达到近四十多左右。 我看您这个表,然后我挺奇怪的。 你看,我这个是二十四小时制的,因为我一直属下请的,我也不知道外面到底是白天黑夜,就不知道,就通过这个东西来识别。 就我一看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。 我这个声音是才一个运行的声音,有时候说,我们有时候,我不知道你们听就要我说话,有时候你看,我们稍微远点就听不到。 有时候我们一般打个比较,或者说后面有部分的话,那你打手势,我们可以看一下,是不是。 那我们这看着是一个烤箱,对吧,烤箱。 嗯,这就是一个定属炉呢。 当然我们这边一般做菜一般以蒸煮,或者烤一下,有烤箱的烤一烤,这样的煮。 就尽量地不让它冒烟,或者产生很浓的味道。 在有时候很浓的味道,在我们那个仓室里面,时间长了,稍然不出去,对不对? 这个味道一直保持很长时间,所以你这个空气自然有很大的影响。 在拥挤、闷热、嘈杂的仓室穿行了半个小时,迎面走来一个个年轻的面孔。 作为一名服役二十多年的潜艇兵,肖济实说,潜艇兵在方寸大的工作岗位上,就是要守得住寂寞。 像我们四场的话,比较热的。 就平时的话,如果夏年出去的话,包括睡觉,都是很热的。 基本上就是每天一晴汗。 比较累嘛,然后可能长时间的水下航行啊。 我们IP专业的话,就是可能要保证这个潜艇有个水下续航能力。 然后工作时间比较长。 白天在水下,晚上在服气。 晚上服气的话,基本上都是隔三、四天才服气一次。 自从出任务起的那一天,一直到靠岸了才能看到太阳和踩到真实的大底。 因为本身多数人在潜艇里是用盘的。 不管你再怎么刻苦训练,只能说越锻炼,身体数字越来越能靠。 虽然我是一名柴油机兵,也就是说一个小螺丝钉嘛。 但是每一个潜艇,它都是一颗一颗螺丝,一颗一个机器设备组装起来的。 虽然我是小,但是我也能发挥我的能量。 潜艇兵就如他们自己介绍的一样,没有什么神秘,只是职业岗位不一样而已。 他们就是普通的军人,和千千万万在自己岗位上忠于职守的军人一样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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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